接著我們再做一些題目,題目不見得需要做計算,有觀念就夠了 他說有一個200赫的音差,有頻率,然後呢,在空氣傳跟在水中傳 請問你它的頻率是幾比幾 還順便告訴你呢,在水中的速度跟在空氣的速度 這基本上最重要是欺騙社會用 給速度是欺騙社會用 因為老師剛才跟你講過的重要觀念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界值頻率不會變 所以在空氣的頻率跟在水中的頻率跟東空都會一樣 都一樣,所以叫做1比1 簡單嗎?不用算嗎?觀念題嗎? 也是會考的啊,你說一定要考計算嗎?不用 這個也算觀念題啊 有一個聲音,發出聲音從空氣傳到水裡面,誰是對的啊? 誰對啊?空氣傳到水裡面,誰會對啊? 現在要找帥哥找美女 找帥哥喔?OK 我們來找帥哥 我們找可愛小男生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31 31 31 真的是你耶,這麼巧喔 答案 C 你選的是C 請坐下 不同界值 不同界值傳播的速度不一樣 所以空氣跟水傳播速度不一樣 我們說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所以A是錯的 然後呢,空氣傳到水中 有一些能量會被吸收 能量被吸收 政府就會減少 政府代表能量 政府大代表能量大 所以呢,豬也是錯的 然後呢,空氣軸傳到水中 我們講過了 它速度會增加嘛 可是呢,頻率呢,不會變 因為同一個聲音在任何界值 頻率不變嘛 叫你記住的重要觀念嘛 然後呢,公式看一看 就發現波長會變長 因為頻率沒有變 可是波數變大了 所以波長會變長 所以看起來B是錯的 C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C 簡單小問題 OK嗎? OK 下一題 也不用算 三個人在操場講話 一個人尖又高 一個人大聲洪亮 一個人說巴巴巴巴巴 連珠泡 請問你 誰的傳聲最快 誰的傳聲最快 這也是我教的重要觀念 也一樣不用算就會了 考試不一定要考計算題 帥哥 沒有 要講美女 對不起 美女剛五 美女十三 沒有 沒有十三 這也是帥哥 美女八號 八號 我是美女 你不是美女 起立 起立 回答問題 D C D 你在講什麼 D 豬嗎 請坐 我剛才跟各位交的重要觀念 同一個戒指傳任何聲音 波速不會變 所以管你怎麼大聲小聲高音低音 說話連珠泡 還是說話非常和緩都一樣 後方都是一樣 所以答案選珠 這就是幾個立體跟練習 全部都不用計算 有基本概念就好了 我提示你的重要想法 基本觀念給我記好 同一個戒指傳任何聲音 速度一樣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戒指 頻率一樣 把這些重要的基本觀念計算就可以了 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